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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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至于对楼价来说 就是以楼花供应和政策的影响较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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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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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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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religion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都一目了然 继沙田和将军澳之后 天水围的上车项目也即将推出 新地公布天水围 Wed and Seasons Bay第二期的项目楼梳 全盘388个单位 当中有多达两成半是特色户型 面积最小245尺 创天水围C楼新低 是一个年平台的单位 最大1158尺 标准单位开绩开放式至4房 项目预计2022年落成 楼花期大约8个月 至于标准单位之中 最小的是这个1B座C1室 面积267尺 一入门口是2米长的圆关 入到客饭厅面积大约120尺 比一般新盘的开放式大一点 平面图看到浴室较为迷你 只有大约30多尺 如果项目已经落成 就不用靠看平面图想象 万科旗下西盈盘15 Western Street 对传媒开放现楼单位 在周末也会对公众开放 和同期主打小单位的新盘竞争 这个开放式户型是25楼C室 只有213尺 发展商用烫门分隔厅和厨厨空间 浴室比较小也不切浴缸 厨房同样收在烫门后面 工作台面不大 这个单位放了活动式家司 吃饭的时候可以打开作为餐桌 到晚上打开变成睡床 就是睡房的空间 走出露台以楼景为主 幸好是高层所以都算开洋 楼盘不是所有单位都是楼景 这个25楼B室面积340尺 开放式厨房同时是一个小宝桌 入到主人房有70多尺 这个面积未计主人套次 走出工作平台就可以看到开洋的西环海景 即将在星期六首轮开售的 将军奥海恩庄园 在星期五截止收票 发展商表示 项目收到超过6200份认9登记 已公开发受438伙计算 超额超过13倍 当中有多达905飞 是由地产代理递交 占比近一成半 今次开售的单位 涵盖开放式至两房 截实大约389去到920万 尺价达到18900多 去到24000多元 以一房为主 先有蛇阵 回来有型蛇潮流 去到湾仔半山 是一个实用超过1200尺的房本 业主近年做了全屋装修 保养是怎样呢 回来节目时间 湾仔半山的坚尼地道 因为地势比较高 环境都相对宁静 同时轮近核心商业区配套齐备 一个面积超过1200尺的豪宅 业主在近年花了过百万做全屋装修 设计是怎样呢 一般新增加市场 使用热线 包存转压 每个房间都要选到楼梯 在几年前 六十六和六十八号 两座楼业主夹钱 就做了一个电梯 就由天然地道 可以直接上到这里 以前可能要走很多楼梯才上到来 但现在很方便 金链角有六十伙 称一式是三房 实用面积介乎九百七十几 至超过一千二百尺 参观一个高层大三房 实用面积一千二百零四尺 原式三房套连工人房 业主近年用了过百万装修全屋 为了善用空间 业主将原本的曲尺形大厅 划分成两个部分 一边是大约三百八十尺的 长营合饭厅 另一边是近五十尺的 活动式工作间 里面放了钢琴、书桌、书柜等 工作或者连琴的时候 可以关门窗门 把门全部打开之后 都不会影响单位的空间感 业主希望家庭的感觉会温暖一些 无论大厅的长身、家具配件等 损失柔和 学厅有大型电视柜 利用方形配搭条纸设计 感觉没那么单调 电视柜对面有茶几 浅色布梳化 饭厅放了圆形混石餐桌 配襯造型独特的饭厅灯 由于单位属于旧契 这个大约20尺的露台 就没有像现在的新盘那样 纳入计算实用面积 在露台可以外望东北城市景 屋苑胜在地势比较高 就算前面的楼建得密麻麻 仍然见到少量海景 业主将原积三房套重新规划 现在主人套房连衣帽间 大约280尺 设计风格和客厅都很相似 同样采用大量木材 商人大床尾订造了电视柜 旁边的玻璃柜可以放书 展示手袋珍藏等 房间有对楼窗 不仅仅可以引入光线 而且空气流通 主人房另切梭装台 再次应用木条纸设计 在梭装台两边有大型衣柜 收纳量充裕 至于小朋友房的面积 大约220尺 活动式间隔 有两道房门 以书柜分隔两边使用 旁边有拖门 拉起来后可以变成两间房 两边各有睡床 靠窗放了长书桌 再看看客厅 有浴缸 整体保养理想 厨房在大门旁边大约100尺 厨柜储物量充裕 有双升盘 都有明火炉 还有酒柜 厨房另切洗衣区 单位在拍摄后 以3200万年车位沽出 车价超过26500元 以原业主在2010年6月 大约1633万的买入价去计 污货帐面已经赚超过1560万 单位升值近一倍 高层放盘量在这几年很少 这一类单位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放盘 而小的单位反而有三四个放盘 成交多数都是低层的单位 还有这个单位业主是全身装修 间隔比较实用 类似的间隔可能同区比较困难 参考记录 今年初一个实用面积 1200多尺的低层单位 以2360万成交 尺价超过19600元 同类型单位单位处高层 两年多前就以超过26500元的尺价 卖出 代理说景观质素影响价格 高层和低层的景观 是会有少分别的 高层会有部分的海景 低层和高层的成交价格 是会有分别的 高层的成交是19年5月 那天成交了3200万 所以现在这家比较高了几层 3200万非常合理 单位每个月管理费 大约2900元 即是每尺大约2.4元 金联角楼宁大约42年 没有会所设施 但屋苑为处发展成熟的湾仔区 住客可以搭屋苑的升级 下山去到湾仔市中心 所以生活配套都不成问题 因为它做了一个延梯的话 它方便了很多 走到对面就是合和 再下去下面就已经是湾仔市中心 接着就可以搭地铁 所以变得很方便 很多食肆 配套都可以很方便 今集先看到这里 跑马地是传统豪宅区 当中盆龙道一带 属于低密度发展 比较宁静 参观放盆扭宁 已经有大约58年 但室内装修仍然保持新正 设计有什么特色呢 下个星期记得留意 不少人在装修厨房的时候 为了令到工作台面耐用一些 都会用到石材 最近还兴起用硬板这个物料 这种物料比一般的人造石材 售价高大约两倍 到底有什么好处 吸引大家选用呢 一起看一下 无论住屋面积大或小 在单位里面总会有 基本的厨房设备 当中不少得被餐台面 一般都会用无缝石、石英石等 而近年环保意识转强 一些以全天然无机原料制成的 硬板工作台面 在近年都越来越流行 这三种石其实都是内磨、内热 亦是内刮的 所以都很适合做冲柜的台面 硬板的内磨程度就最高 不如我们用银子试试 看看硬板刮的台面有没有花痕 硬板真的没有花痕 硬板质料轻薄,而且坚硬 不过由于材质是纯天然 价钱比无缝石会贵大约两倍 每平方尺大约一千五百元 阿占说厨房台面石 可以选择的物料有很多 最理想是选择坚硬 容易打理的物料 可能有些人喜欢煮食 是我要切鸡的 打大力砍在台面上的 这样你就要用一些 硬度比较高的岩石和石英石 可能无缝石就不太适合 如果你说我要漂亮的 即是我要无缝的 我不想做L营的时候 会有条缝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选用无缝石 石材一般情方形 为了提升安全性 可以考虑把台面的角位 打磨成圆角 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甚至你自己去用的时候 都会怕碰到角、崩花 或者手伤 做工那里就要跟师傅先沟通 因为有些师傅 他就不会加额外的收费 但是有些可能都会收 几百至一千元的这个阶段 因为你都要看回到大小 所以做之前就要跟师傅沟通清楚 现在不少单位的面积都比较小 厨房由以往的紧厨 变成开放式设计 备餐空间往往都不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时下就有新设计 将电磁炉和工作台面结合 除了外观比较整洁、贵一 更加重要是可以增加 工作台面的空间 在香港串金尺度的地方 你可以多省一些切菜的位置 直接在岩石板上 可能切完菜之后就可以煮食 设计原理并不复杂 将电磁炉面紧贴着岩板底 桌下有开关键 开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食 不开的话 当然就跟一般的岩板台面没分别 即使烙热炉烧了 手放在上面也不会传热 也要放些裂上烤 才会跟电磁炉有存热的效果 硬板坚硬,而且薄薄 相比起其他板材 比较适合应用这个设计 但相比起直接在电磁炉煮食 ini设计的传热速度 始终会慢一点 他也提醒用家 由于看不到电磁炉的位置 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煮完之后,有机会有元温 但要小心一点 不会说煮完之后 就立刻碰到台面 他补充,这类台面 还可以附加升降式插座 增加台面的实用性 随着无线网络普及 令不少家庭都可以享用智能家居 就像遥渠、开灯、冷气、窗帘等 原来连厨房都可以应用智能科技 这个抽油烟机 还有这个电磁炉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其实他们靠无线网络联系 要记住,开了电磁炉,调校大小 抽油烟机就会跟着开 并且调节风促 煮食的时候,很努力 只能用电磁炉 又不能用抽油烟机 你煮食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联系 不需要顾着抽油烟机的大小 煮完食后,有机会忘记了抽油烟机 当你关掉电磁炉的时候 抽油烟机也会跟着自己关掉 所以就会很方便用家 这些智能电磁炉和抽油烟机 安装简单 只要可以博取家的无线网络 就可以一起用 断电,你的Wi-Fi关掉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手动去控制 像平时你用电磁炉和抽油烟机 当你的Wi-Fi重新连接的时候 其实你的抽油烟机和电磁炉 都会重新连接 可能我煮食的时候不需要开大火 但其实也很大有烟 其实抽油烟机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去调节 去抽大一些风速 这集先看到这里 厨柜里面一般都会放层板 方便储物 但随着收纳系统的款式越来越多 设计上如何配合用家去放东西呢 另外还会带大家看看一些隐藏式的厨柜设计 如何可以令家人看起来更整齐呢 敬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自负 节目时间够了, 再见 再见 再见